好 早晨 多謝大家過來 正如大家手上應該都有一份我們的新聞稿 和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和一份我們做的那條草案本身的具體條文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同事會給你一份 後面還有兩位沒有 這裡中間 簡單來說這個是針對現時逃犯條例 而做的一個私人條例草案 簡單來說那個道理就是 我們看到特區政府由第一日到今天 一直都說要為台灣案件的死者和家屬找尋公道 但是我們也知道在不日之內 因為相關的人士也有可能會完成它的法律程序 也極有可能在短期內會重獲自由 有鑑於此 我們民主派早前已經要求特區政府 考慮接納我們用日落條款的方法去處理引渡條例 以容許在短期內將相關人等移交到台灣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們見不到特區政府有任何誠意 去接納這個建議 有鑑於此公民黨我們提出了一個修訂現時侵害人身罪條例 針對殺人有關的 亦都賦予香港法院一個域外法權去處理海外牽涉到香港人 或者香港居民的謀殺或者誤殺案件 以容許就算沒有引渡條例下 在未來的日子 香港法院都能夠處理在外地發生的謀殺或者凶殺案 而這件事是最有效地去處理到這次台灣案件所帶來的不公義的 所以我們相信如果特區政府是有誠意也有心的話 是應該要盡快去接納我們這次的這個建議 大家會看到我們條文其實不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只是需要將侵害人身罪條例底下牽涉到謀殺 是加上一個條款以容許香港法院去處理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涉及的港人 永久居民或者香港通常居民所牽涉到的謀殺 或者其他誤殺案等等 這個其實在技術上不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行為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們其實是想透過這次這個修例 這條私人條例草案是示範給特區政府和香港人看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如果特區政府是有心做事的 其實它絕對是應該接納我們公民黨這次的這個私人條例草案建議 而同一時間推而廣之謀殺可以這樣處理 其實其他很多的罪行都是可以用這種方法去處理 容許香港法院有域外法權 這樣就不再需要去做現在這條極具爭議的逃犯條例 特別是當大家見得到這次特區政府是以如此草率的方法 在幾個月之內去更改一個行之下二十多年的一條條例 我們完全感覺不到它是有任何的程序公義存在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特區政府是應當接納的 我再給一個背景資料跟大家補充一下 域外法權在香港來說並不是一個新鮮的事情 在刑事罪行條例第153條P是牽涉到性侵犯兒童的 這個行為任何人士在海外如果是干犯了 剛才提及的這一類型的罪行 就算這個行為在海外發生的話 香港都有域外法權的 我們其實這次針對謀殺、誤殺 也是參考剛才提及的這個153P而作參考的 所以我想指出的就是這件事本身 特區政府在原則上是不應該反對的 也不應該去質疑這件事是天馬行空 因為已經是有實際的情況發生過 也正如我們在新聞稿裡 或者在這個legal brief那裡 參考資料那裡我們也有提及過 以往針對153P其實是有一些案件發生過的 所以我也歡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2007、2010和2017年我們都有相關的案例發生過 有一點是一個很技術的問題 就是這個追索力的問題 有人會問如果今次這條私人條例草案是通過 或者被政府接納變成法律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追索力的問題 我們的觀察是這樣的 在普通法的原則之下 新例不能管舊的行為 或者不能將昨天合法的行為 變成今天不合法 這個本身是普通法最基本的原則 但是我們今次所做的 只不過是擴闊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 而不是將一個本來合法的行為變得不合法 簡單而言 我們並沒有違反普通法的最基本原則 而這件事我相信是驚得起考驗的 而這樣做也是最有效的 正如我剛才開手說的 現在絕對是可以處理到今次的台灣港我 或者待會有問題你們可以說 我覺得我應該是 speak a few words in English The Civic Party is introducing an amendment to the offense against persons ordinance which enable Hong Kong courts with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s in the future If this bill becomes a law that will be able to handle the case the murder case in Taiwan Right now we do not see any any possible steps taken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handle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with good faith that as they claim that they wish to settle the Taiwanese murder case and send the relevant defendant to Taiwan for trial Obviously tha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by next week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defendant will face a sentence and the sentence might result in an immediate release so if the government is genuine in doing justice for the murderer for the victim's family then they should either accept the Democrats suggestion the proposal on sunset clause or to accept the Civic Party's proposal on expanding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simply speaking this bill is to enable Hong Kong courts to trial to try future or try any murderer case committed by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or residents taken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we understand from the crimes ordinance there are relevant sections that enable Hong Kong courts to try cases relevant to child abuse sexual abuse to children outside Hong Kong as well so we are trying to take reference from that section 問題 各位 其實今次提到這個私人條例草案 你預期要擺上立法會審議 要那個時間要多久呢 就是剛才你都有提及到 其實陳同佳可能是下星期 短期內可能會釋放 會不會其實趕不及 我們現在的確是和時間競賽著的 而如果大家都同意這條條文本身不是很長 大家看得到 其實我們今次公民黨所增加的只不過是兩條條文 那如果特區政府建制派都同意 公義是要盡快得到彰顯的話 我相信他們不會有任何的異議 亦都是可以參考當日這個鄧桂絲 那個我們民主派和對方 亦都有一個共識在短期內 是主席容許我們豁免那個預告期 可以盡快拿上會三讀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技術問題 而我相信如果大家是有心的話 這些技術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當然能不能夠快到今天下午可能未必可以 但是如果明天呢 如果是下個星期一呢 如果特區政府願意做的 我相信立法會裏面的同事也願意配合的 請問一下 其實現在提到這個私人草案 基本上那個程序上是怎樣的呢 就是那個門檻有多少關要過 你才可以通過到呢 另外就是 林鄭之前回應日落條款的時候 都是說說不接受 就是因為要堵塞那個法律漏洞 就是覺得如果要剔除內地的擬交安排 就是反映一些人對內地的司法制度 非常有偏見 那你怎麼看 就是他在這番說話之下 你覺得那個私人草案的條例 會不會都很難政府會肯接受 第一個問題就是程序問題 根據一貫的程序 議員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 是要交去相關的事務委員會的 在這次這個情況 應該就交去保安事務委員會 那在那裡過了冷河 就是說是等其他委員去處理 那同一時間 我也都要是將相關的條文 是要交給律政司 是拿一個技術上面的許可的 那如果政府是認為 他們是要禁為相關的家屬 是要爭取公義 也都是這麼急趕的話 政府是應該採納我們公民黨方案 由他去提出的話 就可以盡快做到很多事情 正如我剛才說的鄧桂司 當日的那個例子 其實也是豁免了很多的預告期 以及豁免了相關的程序 所以我想重申 這個不是一個程序的問題 這個是有沒有心去做的問題 至於第二個回應就是 其實我們這次的這個修例的建議 就正正是可以處理到大家的疑慮 就是如果在內地發生的案件 我們對於內地的司法制度 暫時缺乏信心 也不能夠取 內地暫時也不能夠取信於人的話 那不如來香港審 我們信一個香港的制度 我們信一個香港的法庭 那我們就容許香港法庭 可以處理外地的案件 特別是那些司法制度 跟我們有極大差異、極大距離的 那不如就來香港審 這個正正可以處理到那個流動論的問題 而我重申一次 這次是公民黨示範、處理、謀殺、誤殺 但是其實大家看得到 在逃犯條例後面 這個46條罪行 其實如果特區政府要做的話 你也可以嘗試將那46條罪行 擴闊相關的司法管轄權 這樣的話就可以避免香港人憂慮 將將來的香港人 或者其他踏足香港人士 移交到一個我們司法制度沒有信心的地區 亦都可以填補到這個相關的流動 Alvan 我還想問 就是說其實之前大律師公會 都跟你這個建議其實是相同方向 擴闊香港法院司法管轄權的問題 其實李家超之前似乎是有一個 似乎被人問到大律師公會的觀點的時候 他都不是很正面 或者是覺得是不可行的 你覺得其實政府 是不是已經封了這個做法的後門 你有沒有探討過 其實他們的態度 其實不覺得是這個可行的方法 李家超從第一天開始 都公義試者上身的 既然現在面對一個既可行 又短期內可以做到 亦都可以為相關人士帶來公義的方案 爲什麽他不去考慮和接納 當日你不去接納大律師公會的建議 當然我們這次也是借鑒大律師公會的建議而做 而他是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理據的 我覺得特區政府是欠香港人一個交代的 如果最後你連這個 這麽輕易做到 你都不去做的選項 而是捨而取難 是要引起香港人不滿不安 國際社會對香港 投以懷疑目光的逃犯條例方案 無論李家超也好 林鄭也好 都欠香港人一個極大的交代 為何你要捨而取難 是 因為之前李家超在那份報紙上 針對域外的管轄權說了 有追溯效力的問題 其實他已經說不能夠處理台灣的謀殺案 其實大家在這個位置是否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不同意他追溯力的觀點 正如我剛才也很努力地解釋 因為這不是一個新的罪行 謀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 都是被視為一個極嚴重的罪行 我們並沒有將謀殺 變得由合法變成不合法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則 既然這件事並沒有存在的話 我們只不過是擴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的話 我們並沒有去立新的罪行出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清晰的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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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does this amendment that you're proposing now help address the loophole problem, that loophole issu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mentioning over and over again? To answer your second question, which is a very simple question, that is, by expanding Hong Kong court's jurisdiction, that will allow Hong Kong courts to try any cases outside Hong Kong when it comes to murder or manslaughter-related cases. That is to say, in the future, there's no way anybody can escape as long as that person is a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or a Hong Kong resident, then Hong Kong court will be able to try that person's misconduct outside Hong Kong. So, simply speaking, there will be no loophole in the future. And as a matter of procedure, formally, for any member to submit any private member bill, that has to go through panel stage, that is a security bureau in this case. And, of course, we'll have to submit these relevant papers to the DOJ for checks, and then we can go to the council for vote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f time is a matter of concern, then I trust if the government is in good faith, if they wish to accept our proposal, then they can take it and they can ask the president of LegCo to waive all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and they could take it to council any time. It's a matter of willingness. How many respects regarding the main line legal system? Like, does this also help you? By introducing this bill, if that becomes law, In the future, anybody committing murder or manslaughter in mainland China, that person will be subject to Hong Kong court's jurisdiction, and that person has to be tried in Hong Kong as well. Not as well, but that person might be tried in Hong Kong. Or could be tried in Hong Kong. You are not worried that Taiwan would be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would be different, or do you think they would be able to accept this approach? We are now giving all the possible ways to allow the relevant people to get to the law. And I also believe that Taiwan is not that... Only I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have any legal government to get to the law. 尊重的情況下 我相信也是願意為相關、為死者尋求公義的 Alphine 我也是想問一下追溯力的問題 因為在現在的侵害人身誰當中 你要證明一個謀殺 就算是在海外發生 它也跟香港有關 譬如說它在香港預謀 或者是在香港打了它一下 然後可能它在外地死了 現在這個新的撲闊到海外 其實你是不是在製造新的禁止 因為對本身原有的謀殺 那個舉證的門檻是放鬆了的 所以這會影響了追溯力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確實實際上的時間 你覺得在這個立法會期休會之前 有沒有可能做到呢 就是你提到那個要求的問題 但是確實在時間上 譬如說DOJ的事件都需要時間 確實在時間上其實在一會之前是不可能的 我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才會比較程序一些的 正如我剛才說的 我們現在所提倡的這個修例 內容其實不是複雜的 只有兩條條文 所以DOJ要去處理的話 其實相關需要的時間也不會非常長 而如果特區政府真的有心做的話 我相信一段星期它也已經可以處理 將它接納 吸納了之後提交立法會 和主席要求豁免相關預告期 我相信短期內是絕對做得到的 針對你第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在製造新的罪行 你剛才提及的 我也給其他人有一個背景資料 現時在香港牽涉到謀殺 如果那個罪行 如果那個計謀在香港進行 但是殺人的行為在海外 香港是有得管的 如果一個殺人的行為是在海外 但是相關的死亡是發生在香港 即是假設如果我在海外落毒 對一個人落毒 我的蓄意是想殺死他的 但是他還未即時死亡 他要回來香港才死亡的話 香港的法院也有得管的 好了 現在我們只不過是將 但是這個對於死亡的定義 對於謀殺的定義本身是沒有變的 我們這次是沒有更改對謀殺的definition 所以我們只不過是容許法庭 擴展到它的司法管轄權 超越了剛才提的兩個例子 就是所有的行為 只要在香港以外發生 只要是涉及香港人或者居民 香港居民或者永久居民的話 香港就有得管 這件事本身不會令到那個行為 由不合法變得合法 或者由合法變得不合法的 所以我必須要重新 這次公民黨提出的建議 並沒有重新改變了一些法律的原則 而某一些行為並沒有因為我們修例的建議 變得不合法 殺人本身在任何時空 任何地域都是錯誤的 我們只不過是擴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 但是你真的覺得政府會覺得這件事 很需要在 刑事罪行條例呢? 因為譬如你說到 現在有的現有說是某些罪行 建議法社 那件案是關於性侵犯 會不會覺得其實會覺得殺人這件事 或者今次這個個案 還未需要動刑事罪行條例呢? 所以它就捨而取難去大更改逃犯條例 而引起社會這麼大的矛盾 那這個不符合比例原則的 我完全不明白特區政府這個所謂的矛盾論 第一 第二,它說要為台灣個案家人和死者尋求公義 但是你是用一個極度複雜 以及具爭議的辦法 那為什麼要寫意 就是我們面前的這個簡單的建議 而去取得這麼難的建議呢? 這個完全是不值得的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Sir,其實你說接下來也希望 擴展到可以在擴展到逃犯條例的 46項罪行 其實你覺得也可以做 但是其實現在的商界有些憂慮 例如說在內地一定要行賄等等 這些商界的憂慮 如果將來都可以在香港審議的話 你會如何處理他們的憂慮呢? 我不是要… 我只是提出說如果政府的流動論 是真的…它這麼緊張這個流動論 雖然我們完全不同意 其實我們公民黨正在示範著 可以用本地立法擴闊司法管轄權的這種方法 去處理海外的其他罪行 用香港這一邊的司法制度這麼高水平 大家有信心的這一套方法去做 我不是建議我們一定要盡快處理所有的46項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只是說針對台灣案件 我們用修改侵害人生罪條例底下的兩條條文 就已經可以解決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本意 還有一個追蹤 因為大律師公會之前提及的 罪犯罪條例 他們都承認是不能涵蓋 在修改法案之前的案件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有不同呢? 跟罪犯罪條例也有不同的案件 第二個就是… 其實有沒有參考過海外的例子 也有一些域外法權的原則 即是捧迫國家 其實CJO裏面所涵蓋的 跟我們這次是兩回事 即是Criminal jurisdiction's ordinance 裏面所處理的那些罪行 跟我們這次是兩回事 是平衡在一起 是沒有互相哪條領著哪條的 而我對於管轄權的那個態度 我剛才已經重申了 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再重複一次 至於你剛才… 對不起你最後一個… 可愛的例子暫時我們還沒有 因為英國其實在相關的 Offence Against Persons Act 裏面 其實是有域外法權的 但是那個… 對不起 對了 所以例子就用英國這個 我們其實是參考的那個條文 以及那個drafting的 我們也有參考的 即是有域外法權的 英國有域外法權 英國在處理殺人 謀殺… 謀殺和誤殺的案件裏面是有域外法權的 所以你可以看回 Offence Against Persons Act 覺得政府會不會反駁呢 就是說如果他們現在改逃犯條例的話 就會包含可能是殺人以外的罪 因為如果這次只改這兩條的話 就只是說殺人 無論是謀殺到好 還是誤殺都只是說殺人 會不會覺得政府有機會反駁 逃犯條例就可以包含其他的罪行 其實政府任何事情都會反駁的 你覺得他會不會用這個 我不會去猜 因為政府往往他的反駁 都是超越我們的智慧的 或者超越常理的 我不知道李家超局長 會又用什麼新鮮的 或者一定是他重複 他以往講過100次的那些理由 我只是想重申 如果特區政府選擇不接納 我們公民黨今次提出的建議的話 只是代表著他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我必須要在邏輯上講得很清楚 寫意取難去做逃犯條例 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和關注 究竟所為何事 你的目的是什麼 公民黨現在就用行動告訴你 你要尋求公義 你要無望初衷 我們就集體一起去做一條 針對台灣案件的修例 因為現在沒有人可以說服給香港人聽 香港是真是一個逃犯天堂 沒有 李家超說的數字個案其實都是相對低的 在這樣的情況和前提下 你憑什麼有什麼的急切性 是要在休會之前去處理這條極具爭議的逃犯條例呢? 完全沒有道理可言 其實剛才你也提過覺得政府有機會不接納你們的個案 那會不會反過來跟建制派那邊去商討 然後以立法會的壓力 就是要求政府去修改 我會這個也是 我在記者會之前就跟民主派溝通了 記者會之後呢 我首要就是先將相關的立法建議是給特首辦和保安局 而且也會跟建制派溝通 那看看他們會不會有興趣呢?對於我們的這個建議 我想問一下如果真的短期內獲釋 而到時候這條草案還未獲得處理 那你們還會不會繼續推動這條草案呢? 都會的 第一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我們也覺得如果容許香港法庭有域外法權 本身也是一種保障 亦都是勉強特區政府借逃犯天堂這個藉口 去修改這次的逃犯條例 而當然我們相信 同時間競賽這件事大家都明白了 那如果特區政府有心的話 下個星期絕對是可以做到這次的這個修例 好的? 是,Alvin 有一個實際的問題 我猜政府會提出的 就是因為你容許香港法庭有權審 但是你要處理那些證據 那其實你們是否不反對 就是這次的兩條修例 你不反對那個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Criminal Matters的修例 兩回事 因為MLAO 其實也是有這次 除了牽涉到內地的條款 而大家如果細心看看 MLA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挺辣的條文 包括對財產的那些處理 我覺得這一個其實是有它的風險在 所以如果這條條例政府採納的話 我們先以台灣港版國安為例 其實我們派人過去取證本身是可以的 那這個當然是要… 這個是超越法律 這個就是看看台灣用不肯不肯幫忙 那當然如果特區政府它認為再安心一些的 它絕對可以在現行的 侵犯人身罪條例我們的建議以上再加多一條 enabling clause 就是白字黑字寫清楚 如果因為牽涉到域外的香港的執法部門 是可以怎樣怎樣可以詳細寫下去 但我相信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在法律條文上面多一條而已 但是去到搜證單方面如果香港派人去台灣也好 或者我們邀請台灣相關的執法人員 來到香港出庭作證 本身也沒有障礙的 所以非常清楚政府就MLO的修例建議 remove了內地的restriction 我們都是反對的 OK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